8月23日晚8点在包头大剧院小剧场 举办了一场来自异国的音乐盛宴 此次音乐盛宴是由段林毅老师 利邀三位德国音乐大师倾情演奏 美丽的墨房女新音乐三重奏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很热爱自己的民族的音乐 以及这种文化的氛围 然后其次我又在德国留过学 然后呢我又想把德国的这种 他们的音乐气息带到国内来 所以呢这次有幸邀请到了三位教授 这次音乐会呢 是美丽的墨房女来自弗安词舒伯特 这首乐曲呢是跟着一首诗夹杂来一起 然后呢这次的音乐会同时 这次音乐会也把一些新的元素加了融合进来 比方说新音乐的元素 这个呢在德国非常流行 但是在国内呢很少能听到 所以我想通过这次演出 来促进一下新音乐在中国的发展 美丽的墨房女创作于1823年 它是最早的一部被广为传唱的声乐套曲之一 也是舒伯特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 被誉为艺术歌曲的一部巅峰之作 此次音乐盛宴由马吉特科恩教授担任首风琴演奏 阿克塞尔波拉特教授担任中提琴演奏 伯恩特哈恩教授担任话剧演出 三位老师演奏了美丽的墨房女 其中的部分曲目 我们爱音乐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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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一种混合的音乐 所以我们选择做了一部的音乐 《Schöne Müllerin》 这个美丽的继续歌曲 一部的音乐和音乐 一部的音乐 一部的音乐 和音乐 我们想去混合我们了解写了 各种音乐的音乐 尤其是基于 美丽的音乐 和这种音乐的音乐 和这些音乐是中文的音乐 以后是在美丽的音乐 和这种音乐的音乐 优优一长时间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事 在这个节目 我认为是很庆佛 和很友善 联合来 和这么好的音乐 这两个都是 第二点是,在这两个音乐中的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上这两个音乐和声音的声音 有机会听到的词曲 非常新的声音 通常听到这些音乐中的优优优独播剧场 听到这些音乐中的优优独播剧场 这些音乐中的优优独播剧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在这些音乐中的优优独播剧场 找到另一个音乐 这些音乐中的优独播剧场 这些音乐中的优优独播剧场 这些音乐中的优独播剧场 我认为这些音乐中的优独播剧场 这是一个很棒的音乐中 我感觉到我们一起拍摄 很棒的音乐 我感觉到这些音乐中的优独播剧场 段林毅老师和两位演奏家 在最后即兴演奏了一首新音乐作品 成为了整个音乐会的点心之笔 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共鸣 这一段时间就参加了一遍 它是非常感兴趣 我们访中和他有些天 前往我们第一次演奏 他的首投筒呢 在那么感兴趣 我们有很多人去做这些音乐 我爱它 我就是爱它 它合作与林 Yi是非常特别的 他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他和唱歌 这是非常特别的 在这种公司 他跟他有很大的游客 他跟他一样的感兴 非常宝贴 这次音乐会别剧特色 有手风琴和中提琴合奏配话剧 给咱们包头的广大音乐爱好者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谓是一宝尔夫